外星人是人类在假象中的地球以外类人生命的统称,古今中外一直有关于外星人的遐想,但现今人类还无法实际探查是否有外星人存在。 虽然一直以来,很多人声称自己见证外星人的访地球,甚至与自己发生接触,但是大多数学者专家相信, 人类与外星人所谓不同程度的接触,其实都是心理作用。 人类发现外星人的机会很小,即使发现一外星人的存在,也几乎很难与他们发生任何接触。 在过去50年的搜寻中,天文学家并没有发现任何外星人的确凿线索。 截至2015年,科学界一般认为生命只会出现在能发烛光和热到恒星周围的行星上,但并非所有恒星都必然带有行星。 星云说认为,恒星是从自转着的原始星云收缩形成的,收缩时因角动量守恒使转动加快,又因离心力的作用星云,逐渐变为变平壮。 当中心温度达700万度时,出现由轻转变为海的热核反应,恒星就诞生了。 它们的外来部分物质,在这过程中会凝聚成几个小的天体、行星。 生成过程,生物的计划是一种极为缓慢的过程,所经历的时间之长,完全可以通太阳的演化过程。 相比,化石的研究发现,早在35亿年前,地球上就已有了一种发育的比较高级的单细胞生物,称为蓝、立岛类。 根据恒星演化理论,以及对地球上古老岩石和远星物质的分析知道,太阳和地球的形成比这种生物的出现还要早时,15亿年。 太阳系形成后,大约经过50亿年之久地球上才有人类,设想把每50亿年按简单比例压缩成一年。 用这样的标度一星期,相当于现实生活的一亿年,一秒钟相当于160年,从宇宙大爆炸起到太阳系诞生,已经过去了大约两年时间,地球是在第三年的一月份中形成的。 三、四月份出现了蓝、绿藻类这种古老单细胞生物,之后,生命在缓慢而不停顿的进化。 九月份地球上出现了第一批有细胞核的大细胞,十月下旬可能也有了多细胞生物,到十一月底植物和动物接管了大部分陆地。 地球变得活跃起来,十二月十八月恐龙出现了,这些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仅仅在地球上称霸了一个星期。 除夕晚上十一时北京人问世了,自夜前十分钟,年安彻人出现在除夕的晚会上,现代人只是在新年到来前的五分钟才得以露面。 而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则开始于此夜前的三十秒钟。 近代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在旧年的最后数秒钟内,一个接一个加快出现。 自夜来临前的最后一秒钟内,地球上的人口,便增加了两倍。 由此可见地球诞生后,大部分时间,一直在抚育着生命,但只有很短一部分时间,生命还具有高级生物的形式。 生条件,在我们看到了智慧生物的诞生要求恒星,必须至少能在约五十一年时间内,稳定的,发出光和热。 恒星的寿命与质量大小密切相关,大质量恒星的热和反应,只能维持几百万年。 这对于生命计划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只有类似太阳质量的恒星,才是合适的候选者。 银河系内这样的恒星约有一千亿颗,除双星外担心大约是四百亿颗,担心是否都有行星呢? 遗憾的是,我们对其他行星系统所知甚少,但是却已通过观测,逐步发现一些恒星周围可能有行星存在。 考虑到太阳系客观存在,甚至大行星还有自己的卫星系统。 比如太阳系中的木星,不妨乐观地假定所有单星都带有行星,有行星不等于有生命,更不等于有高等生物。 关键在于行星到母恒星的距离一定恰到好处,远了近了都不行。 由于认识水平所限我们只能讨论,有同地球类似环境条件的生命形式。 特别要假定必须有液态水存在,太阳系,有八大行星,但明确处在能有条件形成生物的所谓生态圈内的只有地球。 金星和火星位于生态圈边缘,现已探明在它们的表面都没有生物。 对于一颗行星来说,能具有生命存在所必须满足的全部条件,实在是十分罕见的。 太阳系中地球是独一无二的幸运囊。 详细计算表明,在上述400亿颗的安星中,从其量也只有100万颗的周围,有能使生命进化到高级阶段的行星。 另一个限制条件是地外生命应该与地球上生命有类似的化学组成。 天文观测表明,出少数例外,整个宇宙中化学元素的分布相当均匀。 因而完全有理由相信在遥远行星上也能找到构成全部有机分子所需要的材料。 事实上已经在不少地方发现了许多比较复杂的有机分子。 因而可以认为,生命在某个地方,只要理论上说可以形成,实际上也确实会形成。 于是银河系中,就会有100万颗行星能有生命诞生。 不过每颗行星上的生命应当处于不同的进化阶段。 一、折叠。 各方态度,外星人的报道时常见入报端,很多人声称见过飞叠,甚至见过外星人。 同时他们也拍到了各种各样的有关飞叠的照片。 这一切到底是真是假? 外星人真的存在吗? 或听眼中的外星人,据自称见过外星人的人们描述。 他们所见到的外星人,大多是一些个子矮小,脑袋人大,嘴巴窄长,如裂缝,身穿紧身衣的内人生物。 另一些人则热心于寻找外星人,在古代留下的痕迹。 他们认为撒哈拉沙漠壁画上人物的原型面具,复活节党和南美的巨石建筑,以及金字塔等种种无法解释的史前奇迹都与外星人有关。 还有的学者提出人类是外星人的后裔,或人类中一些民族如玛雅人是外星人与地球人交配的后裔等种种观点。 但这些也只能作为猜测和假说,其中大多数人缺少足够的证据。 对于外星人的存在情况,科学家们提出了种种可能的设想。 这些设想很大胆,看来也很离奇,但是谁又能责怪人类的想象力呢? 也许这些幻想有一天会变成可观的存在。 如果我们为一百万这个大树木感到欢欣鼓舞的话,认为找到外星人不成问题,那就高兴得太早了。 对于地外高级生物只有当能同它们建立联系时才有意义。 就人类的认识来看,无线电讯号是建立这种联系的唯一可行的途径。 因而必须进一步探讨有多少个行星上支出了有能力发送这种讯号的文明生物。 如果它们从存在以来一直在发送这种讯号,那就应该有一百万个正在进行无线电发波的行星。 但事实上不要说早累,就是人类在一百多年前,也还没有这种能力。 另一方面,技术已得到破坏,以及本身已遭到毁灭的生命形态,也是不会这样做的。 请不要忘记,差不多在能发射无线电讯号的同时,人类也研制成了大规模核武器。 它们足以把地球上全部生物彻底毁灭掉,外星人会不会为失去理智的战争狂所支配而毁掉自己呢? 这种可能性允许不能完全排除,让我们又一次乐观地认为外星人有能力,有理智解决那些我们所担心的问题,并假定他们在和平繁荣的环境中生活了一百万年。 由于科学技术极为发达,生活充分富裕,他们必然会想到,也完全有能力耗费巨资,来同时有重大意义的开创性研究。 其中包括试图同外部世界同类建立联系,他们在一百万年内不停顿地,向外界发送强有力的无线电讯号。 这么一来在上述一百万颗行星中,就有一小部分正在发播这种讯号。 这部分所占的比例是一百万年除一四十一年,几百分之零点零二五,这意味着正在发送讯号的只有二百五十颗。 如果它们均匀都分布在银河系中,则相邻两颗之间的距离,约为4600光年。 人类发出的讯号要经过4600年,才能送得离我们最近的外星人啊。 如果它们收到了并随即发出回答,那要收到它们的回音,我们还得再耐心地等上九千二百年。 奥兹马计划的联系对象离开我们只有十几光年。 这样做实在没有多大意义,要使计划变得有实际意义,必须监听4600光年范围内每一颗类似太阳的担心,是否在发出有含义的讯号。 要是更实际一点是,想想人类有历史记载的只有四千年,如果外星人只是在4000年长的时间内有能力进行无线电发播,那么今天在向外界播发讯号的就只有一颗行星。 于是,整个银河系中除地球外,充其量也就在有一种文明生物在发送讯号。 我们用设定望远近在银河系内留心倾听这种讯号的种种努力,就完全是徒劳无功之举的。 读者也许会为这一结论深感失望,那么实际情况,从这里所估计的会有多大差异。 上面的讨论中,有许多不确定因素,每颗单星周围都有行星吗? 生命是否只能在地球这样的环境下诞生? 还有,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一种智慧生物到底能生存多久? 它们能一直生存下去吗? 这些问题恐怕在相当长时间内,还无法做出明确的回答。 然而原始人又可常想到今天的大型科技,彩色电视,快速电子计算机和等约飞行吗? 只要人类能在和平繁荣的环境中一直生活下去,科学的巴掌会逐步回答这些问题。 不过就来看,外星人即使存在,我们也暂时无法同他们进行有效的联系。 因而,把不明飞行物同天外来客的宇宙飞船,联系在一起,恐怕是不可信的。 二种解释,有科学家认为,地球上之所以还没有外星人,是因为他们在有可能到达地球之前,就被他马射线杀死了。 伊利诺伊州费尼加速器国家实验室的詹姆斯·安尼斯博士说,外星人尚未到达地球的原因是,只是知道,我们的银河系才为生活于太空中的生命提供了繁荣发展的机会。 安尼斯说,直到几年以前,我们的银河系还经常受到卡马射线爆发的辐射,使恒星碰撞和黑洞都是放出大量致命射线,只是到了这些碰撞,才变得携手起来,外星生命才有可能出现。 并从此几居住的行星,旅行到相当遥远的地方,安尼斯希望,他在英国《新科学家周刊》上提出的理论,将能够解决有关外星生命是否存在到最著名的争论之一,费尼贝论。 这个费论是根据意大利益物理学家恩里克·费尼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字命名的。 据说费尼在50年代提出了这个费论,其要点是,如果外星人确实存在,他们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问题之所以具有收服力,是因为它是基于我们银河系的两个事实。 一时银河系非常古老,已有约一百亿年的年龄,一时银河系的直径,只有大约十万光年。 所以,即使外星人只能以光速的千分之一在太空旅行,他们也只需一亿年左右的时间就可横穿银河系,这个时间远远短于宇宙的年龄。 所以,外星人究竟在哪里呢?费尼显然把这个理由当成了根本不存在外星人的证据。 如今,安妮斯则声称,她发现在里的这个推论存在一个漏洞,外星人很可能存在,但只是直到卡玛事件的爆发周期才越来越长,从而为外星人提供足够的时间解析做星际旅行。 英国科学家保罗·戴维斯则讨论了生命种源传播的假设,极地外智慧生物不一定要用活体来进行星际航行,可以用高智能的机器人携带生命种源,存放在绝对零度环境下,承搭宇宙飞船进行生命传播之民。 如此一来即可避免星际航行中宇宙阿玛射线,接近光速航行所需惊人能量,以及生命年龄有限的障碍。 只要在航行所需能源充足的情况下,这种生命种源传播方式即可得到实现。 据此推理得出在宇宙漫长的时间历程里,高智慧生命应该几乎遍布了整个宇宙中适宜生存的行星,并存在着广泛的星际交往,包括地球在内。 然而事实上,地球并没有接收到外星生命的信息,因此有科学家据此得出结论,外星人之所以吃吃不露面,是因为地外生命并不存在。 可见,对地外生命是否存在一说,至今科学家们依旧未能统一意见,或拿出确切的证实或否定证据。 不过,外星人研究不再是刻画,而是一门前紧救人的交叉学科,天体生物学的重要课题。 三,折叠,理论依据,对于外星人的研究,其实也是统计学的一部分。 据科学家观测,整个银河系大约有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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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颗左右的恒星,而整个宇宙大约有100,0个左右的银河系,我们假设出现生命体的概率是一分之一,零,那么依然会有100,零行星上会有生命体出现。 许多人认为时空旅行是不可能实现的,毕竟星际之间的距离是以光年计算的。 可是他们却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19世纪中期,科学家认为55,000米每小时,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大极限速度。 可是现如今的时代,我们已经远远的把因素抛在了身后,用了趋势不到200年的时间。 那么为什么不能在这100,0可可能出现生命体的行星上,有某个种族超越了人的智慧,发明并且掌握了信息旅行的方法。 比如说反物质的应用,从而来到地球呢,虽然科学家们一直都在争论黑洞存在与否,毕竟从天文学的角度,黑洞是不可能被常规望远镜观测到的。 但是绝大部分新闻学家还是相信射电望远镜观测的结果,认为的确有这种连光都可以吸纳的天体存在。 也许我们不曾看到过外星高智能生物,但是搭凭眼睛和古老的科学技术就武断地以为,并不存在外星人,未免有失科学严谨的风范。 折叠 主要假说 折叠 地下文明说,在一些刻画电影里,说的是在地球上是人类进化的天堂。 但是在地球内部,却存在另一个由紧化后的昆虫统治的文明世界。 最终地下的昆虫为了地上的生存权与人类开始了战争。 据悉,美国的人在卫星查理7号,到北极圈进行拍摄后,在底片上竟然发现北极地带开了一个孔。 这确不是地球内部的入口。 另外,地球物理学者一般都认为,地球的重量有6兆吨的上百万倍。 假如地球内部是实体,那重量将不止于此,因而引发了地球空洞说,一些石油看探队员都在地下发现过的隧道和体型巨大的地下人。 我们可以设想,地球人分为地表人和的内人,地下王国的地底人必定掌握着高于地表人的科学技术。 这样,他们,地表人的同心人,乘坐地表人尚不能制造的非地保留空间,就成为顺理成招的事了。 这个理论的荒诞在于地球根本不是空心的。 所有有关地球空洞的说法,全部都是谣言和假新闻。 地球是太阳系中密度最大的星体,如果内部真的有个巨大的空洞,地球的质量绝不可能达到这个数字。 更何况地球拥有很强的磁场。 行星强磁场恒星磁场产生机率和行星不同,意味着具有一个巨大的铁质核心。 这就彻底排除了地星空洞的可能。 折叠,杂局说,该观点认为,外星人就在我们中间生活,工作,研究者们用一种令人称奇的新式辐射照相机拍摄的一些照片中,发现有一些人的头周围被一种带绿色运圈环绍,可能是由他们大脑发出的射线造成的。 然而,当试图查学带绿圈的人时,却发现这些人完全消失了,甚至找不到他们曾经存在的迹象。 外星人就藏在我们中间,而我们却不知道他们将要做什么,但没有证据表明外星人会伤害我们。 这个理论就如同信徒无法证明神的存在一样,把所有需要证明的部分都推给了不可证明的原因。 一,折叠,人类始祖说,有这么一种观点,人类的祖先就是外星人,大约在几万年以前,一批有着高度智慧和科技知识的外星人来到地球,他们发现地球的环境十分是一起居住,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带充足的设施,来应付地球的地心吸引力。 所以变改变书中,决定创造一种新的人种,由外星人跟地球元人结合而产生的。 他们以雌星元人作为对象,设法使他们受孕,结果便产生了今天的人类。 事实上,人类的经验演化是很规律的,并没有大量新型记忆在几短时间内,相对于地质时间爆发性的出现。 更重要的是,原人的存在时间要早得多,数万年前人类早就成行了。 如果外星人对此做了什么干涉的话,那应该是在巨次百万年以上的时代,以至跨度在二百万年以上,这个数字又太大了,绝不是高科技的结果。 折叠,平行世界说,我们所看到的宇宙,几种星系不可能形成于思维宇宙范围内。 也就是说,我们周围的世界不只是在长、宽、高、时间这几位空间中形成的,宇宙可能是由上下屏零的两个世界构成的。 它们之间的联系虽然很小,却几乎是相互透明的。 这两个物质世界,通常是相互影响很小的形影状世界。 在这两个叠层式世界形成时,将它们附和为一体的相互作用力极大。 各种物质高度混杂在一起,进而形成统一的世界。 后来,宇宙发生膨胀,这时,物质密度下降,严厉衰减,从而形成两个实际上互为独立的世界。 换言之,完全可能在同一时空内存,在一个与我们拼零的隐形平行世界。 确切地说,它可能同我们的世界相向,也可能同我们的世界截然不同。 可能物理,化学定律相同,但现实条件却不同。 这两个世界早在200等150亿年前,就各霸一方了。 因此,飞碟有可能就是从那另一个世界来的,可能是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偶然闯入的。 更有可能是它们早已经掌握了,在两个世界中旅行的知识,并经常来往于两个世界之间。 它们的科技水平,远远超出我们人类之上。 折叠,思维空间说,有些人认为UFO来自于低思维,那种犹如幽灵的飞行器,在消失时是一瞬间的事。 而且人造的新电子跟踪系统网络在开机时根本就盯不住。 可以认为,UFO的成员在玩弄时空手法,一种技术上的手段,可以形成某些局部的空间尺度。 这种局部的弯曲空间,则在与之接触的空间中扩展。 完成这一步后,另一空间的人,就可到我们这个空间来了。 正如各种目击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具体有形的生物突然之间,便会从一个UFO近旁的地面上出现。 而非明显的从一道门里跑出来,对于这些情况,上面的说法不是唯一一种解释。 这两个理论的荒诞在于,已经证明出了二维和三维空间,其他所有的维度都卷曲得厉害。 折叠,未来生命说,有些科学家认为,所谓的外星人,极为人类世界的未来人。 有数据表明,人类在近百年来进化程度,并使时期更加迅速。 我们也不能否认,也许当人类进化的几亿年以后,就成为今天所说的外星人的模样,并且掌握了穿越时空的技术。 来到的人类世界,外星人中并非确定存在的生物种族,只是人类社会中教常听到的几个称呼。 貌宿星人天狼星人天勤星人耶洛耶人爬虫人灰人,折叠,科学探索作为探索宇宙傲逆的工作的一个部分。 科学家也在积极地探索地球以外的生命,也在积极地搜寻有没有外星人的信息。 这种科学的探索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了。 1959年,科科尼和莫里森两人和写了一篇文章,登在英国著名的《自然》杂志上,文章说根据他们的计算,如果宇宙中别的地方有智慧生命,而且他们的科学水平和我们1959年的水平相当,那么,他们应该可以收到了地球人发射的无线电信号。 同样,如果他们想向我们发射无线电信号,我们也可以收到,尽管距离极其遥远,需要几千,几百年才能交谈一句话。 但是毕竟是可以交流的,他们俩还研究了进行星际无线电波交流的最佳波长。 这个波长是氢原子的21厘米波长,因为,氢是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 而且,它的21厘米波长也容易探测到。 这篇文章大大的激发了人们探测第二文明的热情,增强了人们的信心,因为它告诉我们,只要有外星人,只要外星人的科技水平和我们差不多,我们之间就可以互相交流。 这篇文章是科学的探测外星人的开始,人类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大约两三百万年, 从前,人类以为自己是万物之灵,宇宙间唯一有智慧的生命,甚至认为地球是整个宇宙的中心。 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的眼界开阔了,才懂得宇宙的广大舞边,它远远超越了我们的想象, 而地球实在是太小了,当然更不是宇宙的中心,于是人们想象宇宙这样宽阔,或许其他星球上会生活着一种与人类相似的智慧生物,外星人。 这样的想法深深的吸引了一些热衷于寻找外星人的人们。 16世纪,有人,用望远近观测火星时,发现了许多互相交错的网闻,并以为那是火星人开凿的运河。 1935年,美国一家电台广播说,火星人来到了地球,引起了一场虚惊,而英国一位作家创作了一本名为《大战火星人》的科幻小说,其中对火星人做了许多灰深灰色的描述,更引发了一系列有关火星人的小说和电影的诞生。 到底有没有火星人,在只有望远近的时代,它一直是个谜,到了六十年代,探测飞船终于晒到了火星,解开了这个一直困扰人们的谜,火星比地球冷得多,表面到处是泥土石块,经常狂风大作,飞沙走时,上面没有任何生物,当然更没有火星人。 这个谜解开以后,天文学家进一步分析认为,在太阳系里,除地球外,其他行星都没有生物生存,所必须的环境条件。 因此,地球上的人类是太阳系里每一有智慧的生物,要找外星人,必须到太阳系之外。 1972年,美国搭设了先驱者10号飞船,它于1987年飞出了太阳系,飞船上的金属片刻画了人类的形象,人类居住的地球,以及太阳系的位置。 1977年,美国的旅行者1号,又给外面的世界带去了更丰富的信息,包括一部坚实的唱机和一张镀金的唱片。 唱片上收录了几十种人类语言和多首音乐作品,其中有中国的鼓曲,人们热切的期望外星人会收到它。 1977年9月5日发射的旅行者1号太空探测器,是人类第一次以科学的方法尝试联系他们。 虽然科学家鉴于星球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认为即使有外星人,也不可能飞抵地球,但他们并未否定外太空存在生命的可能。 为了和外星人取得联系,科学家们甚至还制造了庞大复杂的设备,试图向外星发射信息和接收来自外星的信息。 但是,经过了许多努力,人们依然没有找到外星人,一些见到外星人的说法也仅仅是传说,难以得到有力的证实。 值得一提的还有飞碟,许多人看到了它,也猜想它就是外星人驾驶的飞船,可这也仅仅是一种猜想而已。 那么,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呢? 科学家分析,宇宙间像地球这样这样的行星肯定还很多,某些与地球环境相似的行星确实很可能有外星人。 但是由于我们的航线,通讯技术尚未足够发达,要找到它们,我们还必须加倍努力才行。 为了寻找地外生命,1999年5月24日,一个名为相续2001的公司借助克里米亚半岛的乌克兰耶夫帕托里亚直径70米的射电望远近, 朝四颗50到70光年远的对太阳恒星方向发射了一系列射电信号。 这是人类25年来第一次有意识的星际广播。 早在1974年11月16日,美国射电天文学家德雷克曾担雷西伯直径305米的射电望远近, 像24000光年以外的球状星团M138送过信号,可那次信息的长度仅为三分钟, 由1679个字节组成,其中包括了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 人类的外形和DNA资料,五种化学元素的原子构成形式, 以及一个是电望远近的图形。 相比之下,此次发送的信号,比德雷克的那次内容更为丰富, 而且被地外生命接收到的可能性更大。 感信号的发送频率,为5010千赫兹, 比电视广播强是万倍,长度达到40万比特。 它包括一系列页面,有地球和人类的详细资料, 基本符号,用逻辑描述的数字和几何, 原子,行星及DNA等信息, 并在三小时内重复发送三遍。 当然,两次信息的发送,都使用同一种二进制数学语言。 因为只有这种语言,我们才有可能和宇宙中假定存在的地外生命沟通。 科学家们相信,任何具有一定数学知识的地外生命, 都有能力获益这些二进制编码,进而了解其内容。 如果它踏踏真能截取,并记录下这些信号, 那么就会了解地球,太阳系, 耳人体,人类文化和技术水平的大致状况。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功能足够强大的计算机, 科学家们还建立了SETI ATOM系统, 以便在处理射电望远镜收集到的地外生命信号时, 得到全球计算机用户的帮助,帮助这些信号溜掉。 除此之外,这个由国际上多疆航天业, 信息业和生物化学业领域的知名企业联合组成的相聚, 2001公司,还肩负着另一项重要任务。 在2001年年底,发射一艘小型宇宙飞船, 这艘飞船将一直在宇宙中漂流, 直至有一天被地外生命截获为止。 它将在有更多的人类信息, 并可以将数以十万计的志愿参加者的照片, 手写信息和头发标本送入太空。 其中,头发标本经过特殊处理后, 可以使其所含的人体DNA信息保存完整。 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射电望远镜阵列, SK已经进入到G10。 据悉,SK项目由在天海直径大约15米的角小天线组成。 按照计划,SK项目工程将于2016年开工。 在2020年底前完成第一阶段施工, 全部工程将在2024年完成。 SK投入使用后, 其灵敏度将比世界上现存最先进的宇宙探测设备高出50倍, 分辨率高出100倍, 而其搜寻速度将会高出1万倍。 因此将来它可以更好地帮助科学家们对外星人进行监轻。 人类对于宇宙的探索肯定将会有更多激动人心的发现。 折叠,培养专门人才, 华盛顿大学1998年9月份宣布, 它将启动一项由国家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生教育项目, 该项目指在培养研究地外生命的博士研究生, 就在宇宙生命学方面上述首次。 这么专业看起来似乎挺有意思, 但真的学起来并不那么轻松, 学生们必须先要了解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形成的。 这就涉及到天文学、大气科学、海洋学以及微生物学。 负责此项目的微生物学家简姆斯斯特雷说, 我们想在地球的环境中研究生命, 因此必须要研究地球上诸如火山口、 海边和地下生物研的形成过程, 因为这些都是形成微生物的极好环境, 而且很可能与其他星球上的环境相类似。 除此之外, 学生们还要研究大量的在地球上了解较少的有机体, 给学生尝尝寻找地外生命的滋味, 并非华盛顿大学执辞一家, 美国航空航天局新成立的宇宙生命学研究所将提供同样的机会。 日前, 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们, 正和来自五所大学的教授们, 洽谈这项合作项目。 折叠, 接触方式, 在UFO研究领域中, 关于人们对不明飞行物, 与人类关系方面。 较为公正的描述, 是四类接触方式。 第一类接触, 只目击者, 看到一定距离内的UFO, 但是未发生进一步的接触, 在四类接触中, 这类接触的发射率最高, 我们常常看到类似的节目和报道, 某某某处发现不明飞行物, 某某某人目击不明飞行物, 某某某人拍照, 或者是录下不明飞行物的图片或影片等等。 第二类接触, 只有UFO对环境产生影响, 若使汽车无法发动, 在地上留下伤痕或验痕, 对植物和人体产生物理生理效应。 1994年贵州省贵阳都西林场突发的事件, 就被归纳为这种接触方式。 第三类接触, 只有UFO附近出现的人形生物, 与我们地球人类面对面的接触, 包括握手、交谈、性接触及人类被绑架, 这类也是接受质疑最多的一种, 毕竟经历这种接触的人凤毛麟角, 而他们这类接触过程往往都是通过事后描述记录下来, 很难留下什么确实的证据。 不过,一般而言, 在事后记录时, 当事人往往是经过催眠, 才能再现出与外形生命接触的过程, 对于承认催眠和学性的人们而言, 这类证据还是可以得到认可的, 至少不会被认为是经历者的友谊编撰。 第四类接触, 只心灵接触, 人类并没有直接看到UFO或人形生物, 但是他们透过人类的灵媒, 传下一些特殊的信息, 只目击者看到UFO附近出, 线类似人样的生物, 但他们为与目击者发生更进一步的接触, 这里提供的资料, 也是一种二手资料的形式, 但是比起第三类接触, 这种方式似乎更难使人信服。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 News.xyz 你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